好 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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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主義同修主義護法 大家晚安 吉祥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再繼續來給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學習 要如何認識佛教 釋迦摩尼佛教經書法 四十九年 總共有 講了八萬四千法門 講了非常多 那我們學佛要從哪裡開始呢 這個是一個關鍵 就如同我們修淨土的 今天能不能往生西方淨土 你必須要先了解 你要從哪裡去榨根 根榨穩了 念佛會定位得身淨土 那我們今天學佛也是如此 特別對於初學佛的人 特別對於初學佛的人 你們要把佛認知清楚去瞭解 不但你得不到利益 會產生 而且將來會對產生佛教的嚴重誤會 所以選擇這一步 對我們來講看起來簡單 但是不一定能夠做得到 所以希望大家用這個短短的時間 我們一定來研討 我要作為是什麼樣的一位佛教徒 釋迦摩尼佛在世的時候 兩千五百年前 他是怎麼教導 他的學生 他的弟子 最後各個能夠正果能夠成就 這個就是我們一定要來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上一個星期已經給大家說明了 我們很多人都會去研討 佛他是表法什麼 什麼是佛 因為很多人對這個佛教有一個很嚴重的誤解 所以三個星期已經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而在報告當中呢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釋迦牟尼佛 我釋迦牟尼佛經過修學 我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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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了生死 你能夠超越六道輪迴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還到這個六道 而在六道裡面流浪都已經無量劫了 已經無量劫了 今生能夠得人生 你來世能不能得人生也不一定 你今生得人生你來世可能會在惡鬼道 有可能也在地獄 或可能也會在畜生道 因為三善道不容易去 有一些人說 我念佛將來會往生西方級的世界 也不一定 你看那個齊尹灌頂大師 他講了念佛的人有一百種果報 第一個果報 念佛到最後到了地獄 所以我們為什麼到現在會變成這個樣 落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佛告訴我們 我們看第一章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你失去了你的本能 你失去了你的智慧 你本來有這個智慧的 而且你這個智慧是一個究竟圓滿的智慧 但是你現在已經迷失了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你本來是佛的 但是因為你迷失了 你被外面的境界而受迷惑 顛倒 所以你不認識你自己本身本來是佛 因為佛講得很清楚 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這個我們一定要承認 不要否認 真的 一切眾生本來有佛性的 那我們佛性為什麼變成這個樣的 它本來還是存在的 因為我們現在被外面的境界而所迷失了 只是暫時迷了而已 所以你看很多人說師父 我為什麼活得很辛苦 活得很煩惱 活得很痛苦 什麼原因呢 很簡單嗎 你迷了嗎 你迷了才會有這樣的現象 如果今天你覺悟了 你會有這種現象嗎 不會有的 你看那個釋迦牟尼佛 天天活得很快樂 雖然他三一一波 樹下一樹 但是你看他的生活 很快樂 不像我們天天睡得好 吃得好 什麼都好 有沒有快樂 快樂不了 什麼原因 你那個內心 你那個內心沒有解決 因為你對外面的境界 對外面的誘惑 天天被這個外面的境界而迷惑了 所以產生生活 精神的壓力 生活的壓力 種種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你要幸福你要快樂 你要恢復你的本能 這個本能是什麼 這是智慧 這個智慧能夠帶來幸福的 這個智慧能夠幫助我們了生死 這個智慧能夠幫助我們 將來能不能往生西方去的世界 這是靠我們的智慧 不是靠我們的福報 那今天福報 我們有了 遇到了這個佛法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該怎麼學呢 那就看自己本身了 所以 佛告訴我們 我們一定要知道 迷失了 我們現在雖然迷失了 我們的本能已經失去了 已經迷失了 但是它沒有失掉 你一定要知道 現在雖然我們被外面的境界而所迷惑了 你已經迷失了你的本能 你的智慧 但是你的智慧還存在的 你的本能 你的能力還存在 只是現在迷了而已 那要怎麼樣來回復呢 要怎麼樣如何把你的智慧 你的圓滿的福報 圓滿的本能回復呢 所以佛告訴我們 你要把破除你的迷惑 你要把你的迷惑破除了 你能夠把你的迷惑破除了 你的本能就回復了 你的本能就回復了 那怎麼破除呢 聽起來簡單啊 怎麼破除它呢 下面會跟大家來說明 所以 學佛的好處在哪裡 就是叫我們破除我們的迷惑顛倒 因為苦 煩惱是從迷來的 只要你把你的迷惑顛倒 把它破除了 真的 你回復了 你回復了 就好像一個人喝酒醉一樣 你們有沒有看過喝酒醉的人 有沒有啊 他如果喝酒醉的人是怎麼樣的 你看師父以前小的時候 鄰居啊 我們鄰居啊 那個老先生天天喝酒 天天喝酒醉 亂亂打人 亂亂罵人 甚至以後是失控的 你看那個喝酒醉的人 他不省人事了嘛 對不對 你跟他講什麼啊 他也不知道 他不省人事 但是他的本性還在 等他酒醉過了 他就回復正常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你那個佛還在啊 你那個本性還在 雖然你現在暫時迷思了 但是那個佛性還存在 那什麼時候佛性能夠回復呢 你的自性本來清淨 什麼時候回復 你的佛性什麼時候回復 等你把你的迷惑顛倒破除了 他就回復了 那怎麼樣去回復呢 那這個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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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學問 怎麼樣去回復你的本性 你的本來面目的呢 所以佛教教導我們沒有別的 教導我們什麼 把迷惑顛倒去掉 你就回復你的本了 那怎麼回復呢 所以大成經啊 常常告訴我們 釋迦摩尼佛十方以及諸佛如來 來到這個世間啊 他是沒有度眾生的 你要記得這一件事 但是 佛來到這個世間 他是沒有度眾生的 我們今天眾生能不能成佛 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哪裡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成佛的 關鍵是你自己本身 像今天有人說 師父 我要怎麼樣過得 那種幸福的美滿的人生 外面是找不到的 你要從你的內心的世界去找 你不能從外面的一直在追求 你要找你的內心的世界 你那個內心的世界 其實含著一種力量 能夠帶來幸福的 所以眾生是怎麼成佛的呢 是他自己成佛的 釋迦摩尼佛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或者祖師大的 只是在這個生活當中 幫助我們把這個事實真相 給我們講出來 像釋迦摩尼佛 發明了這個宇宙事實的真相 這個事實真相是什麼 簡單來講 釋迦摩尼佛說 三千年前人有生老病死 你有沒有去覺悟啊 這個就是事實真相 三千年前釋迦摩尼佛告訴我們 沒有任一個人能夠改變這個生老病死 三千年後也是一樣 你有沒有去覺悟 三千年前釋迦摩尼佛告訴我們 人有生必有死 人生都是無常的 你有沒有去覺悟 你有沒有去反省 這個就是事實真相 讓我們去覺悟 怎麼覺悟呢 就是把你那個迷惑放下了 你能夠把你的迷惑放下了 你能夠把你的迷惑放下了 就是回覆你的本來的面目 你就成佛了嘛 但是說得容易啊 做得很難啊 對不對 你說釋迦摩尼佛叫我們放下 你會放下嗎 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不但放不下 嚴重的執著 所以啊 真的佛法你說容易它就容易 說難它就難 關鍵在你自己本身 只要你覺悟了 真的 人一覺悟 就是一片的光明啊 在你的眼前都是幸福 都是美滿的 人一迷惑了 什麼都苦什麼都煩惱 所以我常常講啊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上 很多人啊 是做什麼樣的努力呢 做義望的努力 努力知道吧 努力知道嗎 嗯 很多人哦 為什麼他會苦 有些人做義望的努力 做明文立漾的努力 做彩色明史歲的努力 做愛情的努力 做金錢的努力 天天都往這邊呢 牽著走 像牛一樣 被那個主人呢 牽著鼻子走這樣 你說苦不苦 到最後你看 什麼樣的東西都帶不住 如果你明白這個事實真相 你還會這樣的嗎 你不可能 你不會被這些 而來做給自己努力 而且你會來轉境界 你不會被這些外面的境界而所轉 而且你能夠轉 今天有人來批評你 你不會被這個批評 兩句話你就生了煩惱痛苦 而起了厭恨的心 你不會的 那我們現在事實上你看 人家講了一兩句話 哎呀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批評你一兩句話 說不了啊忍不住 發脾氣了 很多人就是這個樣的 你今天學佛就是教你什麼 教你覺悟 這個都是一種考驗 所以你學佛你想要得到學佛的好處 你想要在這個人生過得美滿的人生 你要付出代價的 而且這個付出是什麼 你要忍辱 你要精進 你要去奮鬥 你要去努力 你不要去懈怠 你要去忍辱 遇到什麼樣的境界 他都是來考驗我們 提升我們自己的境界 所以很多人說師父 我為什麼過得很辛苦 因為常常你給自己 跟自己過一步去啊 真的我們很多人就是這樣的 像前幾天有一對夫妻 剛剛結婚了四年多 她的太太對她的先生很不滿 抱怨怨恨種種的 她過得俱全不寧 你說與之不與之 很與之 當她們結婚之前兩個人恩恩愛愛的 辛辛苦苦的見了這個家庭 因為小小的事情 搞到兩個人這樣的 你說與之不與之 那邪佛的人不會這樣的 很多人常常跟自己過一步去 為什麼過一步去 放不下捨不得 不甘願不甘心 所以造成現在的這樣的結果 何必呢 很多事情說實在的 要好好溝通 在這個生活當中 我們很多一些 遇到一些不該發生的事情 就是因為溝通不良 好好溝通 所以學佛的好意呢 好處最大的 就是把我們這些的迷惑顛倒愚痴 來幫助我們 所以 只要你肯 只要你肯 沒有一件事情不成就的 你看釋迦牟尼佛 他真的 他死盡塌地 他放下了 你看 一放下 成佛了 真的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只要你肯做 所以從這個裡頭我們來看 我們看一下 佛法 底底確確 他是師道來的 他佛法 底底確確是師道 師就是老師的意思 老師只能教導我們 佛為我們指這條路 你能不能幸福 看自己了 我已經把這個方法 理論已經講得很清楚 你能不能往生西方解釋的世界 你能不能解脱 你能不能超越六道輪流生死出三界 我已經為這些給大家講得很清楚 學生能不能成就 畢竟都是在他自己本身 就像我們今天念佛 能不能往生西方解釋的世界 關鍵是在你自己 不在於釋迦牟尼佛 不在於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24小時 都在黃金為地的 就是在等著我們 那你能不能到那邊去呢 就是靠什麼 靠你的奮度 你的努力 你的用功 你的精進 你才會有一個很大的成就 所以學生能不能成就 關鍵是他自己 在這一方面呢 老師是幫不上忙的 真的耶 老師真的幫不上忙的 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老師能夠幫助的 只是把這些理論事實真相 為我們講清楚 把自己修學的正果的經驗方法 要記得 把他自己所修學的經驗跟方法 他的方法就是講這些 八萬四千法門就是這個方法 提供給我們做一個參考而已 所以佛法裡頭是沒有迷信這兩個字 這個就是我們首先一定要把他認識清楚 要把他這個觀念糾正過來 所以佛教博士迷信的 你看從這個地方你就能夠明白了嗎 佛先教我們去做什麼 把你的迷惑把它交正過來 你要破除你的迷惑顛倒 你快樂就來 你都幸福了 所以其實啊 道理啊 我們大家其實都知道的 只是大家不肯做 道理明明知道啊 像那個摩耶夫人問地藏王弗薩 人為什麼會躲在地獄 地藏弗薩說迷了嘛 明明知道地獄很苦 他明明知道很苦 他一直往那邊衝 西方解釋的世界這麼快樂 那拼命也不想去 所以啊 佛法是教育 佛法是師道 佛法不是迷信 佛法是能夠幫助一切眾生 帶來幸福之路 帶來解脫之路 帶來了生死 帶來離苦得樂之路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要相信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下面要跟大家講的 你看我們學佛的人 對這個佛來看待的 一定要把佛看成什麼 看成老師啊 老師教導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這樣我們不可以做 我們一定要避免 這樣的話呢 你才會成就嘛 這樣的學生才會成就嘛 你看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為什麼學生有很大的成就 聽話啊 老實真幹啊 我們現在的學生很難 都不聽話 又不聽話 又不老實 不老實沒關係 又懈怠 所以怪誰呢 怪你自己啊 怎麼能怪別人呢 對不對呢 所以 像我們 比方說在家裡 今天先跟大家講一些這些的表法 像我們家裡常常看到 供這個佛像 你看師父的後面 後面有西方接引 我天天啊 我天天啊 把這一張 這個照片呢 放在啊 師父的房間 每天睡覺之前呢 我會來做一個觀想 觀想阿彌陀佛 觀想這些臨時大會 觀想這些 啊 啊 做佛菩薩 欸 什麼時候後來 我們就什麼時候跟著躲 啊 每天就是這樣的觀想 啊 啊 像我們家裡 啊 家裡不是有供奉那個佛像嗎 對不對 你家裡有沒有觀光佛像 你怎麼 你把這個佛像怎麼看待呢 當作什麼來看待呢 哎呀 有有求就有保佑啊 求保佑啊 保佑啊 才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有佛像喔 家裡喔 平平安安的 這些妖魔鬼怪 不會來干擾 是不是這個啊 或者有一些人啊 我 我平常說我一些 居士無法來接我的時候 師父 啊 你有沒有小佛像 啊 有啊 能不能送我一尊 你放在哪裡 我要放在我的車上 啊 車上做什麼呢 啊 平安啊 哦 特別的師父 你能不能加持一下 哦 開光開幕 哦 讓這個佛像 能夠放光 哦 讓我開車哦 平平安安 讓這個車哦 不遇到一些不該發生的事情 或者有一些人啊 比方說師父 我家裡剛剛買了一個新的 房子 我想要安理裝一個佛像 你們能來幫我撒鏡啊 開光啊 可以啊 但是你問他 你放佛像的目標是什麼 還打不出來 你相信嗎 反正初一十五 買點水果 供起來這樣 給佛 佛能不能吃啊 有一些人啊 天天到佛堂的哦 我前幾天 才遇到的 因為他剛剛買了一個新的房子 然後家裡呢 問我 師父啊 我家裡要供什麼呢 我說 什麼都不用供 只供一杯水就好了 你其他可以不用供 供一杯水 這個水代表什麼 謙虛嘛 清淨先嘛 然後天天啊 那是說 去佛堂的 天天 有法會去法會 聽進去聽進 然後給我看 師父 這個大杯水杯 這個蓋子 一定要打開 是不是 我說為什麼打開 要不然等一下佛怎麼喝啊 這個很多人啊 我們學佛的人很多有這種的觀念 把這個佛當作什麼 當作神明來看待 很多耶 如果我們把佛菩薩當作神明來看待 那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迷信 這個叫做宗教 你不能把它當作神明來看待的 不可以的 有人當作什麼 當作好像發財啊 供什麼佛像都會發財 你要供什麼樣你才能夠發財 很多 所以今天我們講佛教是宗教是迷信 實在講啊 也不能否認啊 我們一定要承認的 真的我們不能否認 為什麼 現在的佛教確確實實啊 真的變成宗教了 變成迷信了 所以這個對我們佛教 對於宗教牟尼佛真的很不信 真的很不信 你仔細的去看 你看待現在的這個社會上有學佛的人多很多 有幾個人不是把佛菩薩當作神明來看待 很少 而來當作神明來看待的供奉的有很多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大錯特錯 而且錯的什麼錯的太離譜了 錯的太離譜了 真的啊 他的孫子撞車 撞車呢 這個老太太就怪光公 你為什麼不保佑我們的孫子 我天天供酒給你喝 你為什麼不保佑我們的孫子 你看很多啊 所以呢 還有很多 像我也常常遇到一些佛教徒 這個學佛的人 拿了幾個水果來到佛堂 供在觀世音菩薩 跟觀世音菩薩有教育的 你能夠幫助我 解決我的問題 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 會有這種的觀念的 像那個光公的時候 如果我們兩個動作來開玩笑來講 不是光公不保佑 是你的兒子跑得太快 你看那個兒子跑車擺了120 光公的馬跑了多久 再保80 80怎麼追上120呢 追不上 對 他就迷信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母親很厲害的 我們連續隔壁都是這樣 我母親都跟她講 不是光公不保佑 是光公的馬跑得太慢 你的兒子車跑得太快 所以沒辦法追不上 所以你不能怪光公 所以真的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很多人在這個宗教界裡面 對我們佛教有一個嚴重的誤會 嚴重的批評 我們不能怪他們 為什麼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把自己做好嘛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個責任 我們今天什麼責任呢 你要把這個佛教的精神 佛教的最大的意義內涵 做給別人看 佛教不是迷信 佛教是教育 佛教能夠帶來幸福 帶來和諧的社會 帶來這個國家的安寧 帶來這個國家 能夠帶來一種安居樂業的生活 那怎麼辦呢 從你自己本身做去 像我們今天念佛也是一樣 真的 你要讓人家相信 有西方起的世界 阿彌陀佛名號 功德不可適 你要從你自己本身做出來嘛 所以明白的人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 供養佛菩薩的形象 它是有兩個意義的 供佛它有兩個意思 那第一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供佛 在家裡我們供了一尊佛 無論你供哪一尊佛 阿彌陀佛也好 釋迦牟尼佛也罷 無論是哪一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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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供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知恩報恩的意思 就是做一個紀念的意思 你看到佛你想一想 佛你看49年為我們貢獻 把這個法門 特別是我們今天念佛法門 把這個這麼好的 來為我們貢獻 然後他辛辛苦苦的人家 在菩提樹下經過六年的苦行 最後成佛把這個遺作事實的真相 讓我們了解 讓我們去覺悟 所以你要對這樣的去懂得 去知恩報恩 所以你們想一想 這麼好的教育 你這麼一生能夠遺到能夠接受 其實是我們太信任了 就像開經濟裡面上講的 百千萬劫難造一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一點都不假呀 這個我們一定要相信 所以佛像的代表 第一個是教我們懂得怎麼 知恩報恩 所以我們對老師對佛 是一種感恩戴德 來做一個紀念他 就像我們中國人 供養祖先牌位一樣 這個叫做什麼 報本凡食啊 所以在這樣的獲得恩情在裡面 所以佛教是這樣代表的 今天我們供佛在家裡 當我們拜佛的時候 感恩釋迦牟尼佛 如果沒有釋迦牟尼佛的貢獻 我怎麼能夠遇到這個好的法門呢 如果沒有釋迦牟尼佛的貢獻 我怎麼能夠來遇到這個阿彌陀佛的 極樂國度呢 所以是一種報恩的意思 像我以前小的時候 你看我們中國人 你看我們中華有一種傳統 很有名 每一年在四月份的時候 我們中華我們華人去做什麼呢 這是清明嘛 掃墓嘛 你看清明的掃墓 清明節 清明節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教我們要自恩報恩嘛 教我們不弄妄本嘛 淹水思源嘛 對不對 像我以前小的時候 我每一年呢 這個清明節的時候 你看父母就會帶我們到這個 這個去掃墓 我常常問我的母親 我媽媽這個我們為什麼要去掃墓呢 我們母親講了一件很簡單的道理 以前小的不知道 只是他教我們要懂得知恩報恩 如果沒有我們的祖先 如果沒有你的爺爺奶奶 沒有今天的媽媽 沒有媽媽怎麼你們有呢 沒有你們了 所以 教我們要怎麼樣 你要懂得感恩 感恩誰 感恩我們的父母 感恩我們的老師 感恩我們這個國家 感恩一切眾生 因為我們在這個環境 一個人是不能生存的 今天我們吃飯從哪裡來的 今天我們能夠睡得好 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 能夠安居樂業是怎麼來的 我們將來能不能成佛 能不能往生西方其人世界 是怎麼來的 這個就是感恩的意思嘛 所以佛像第一個代表 教你 你要報恩喔 我們有沒有報恩 怎麼報恩呢 怎麼報恩呢 依照奉行 老師怎麼教我們 我們怎麼做 怎麼報恩 你要能夠往生西方其人世界 你就是報佛恩了 而且這個恩是最大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下面 就是見賢思齊 佛像是代表這個 什麼意思呢 比如我們的老師 就是我們的釋迦摩尼佛 他老人家今天他也是一個平常人 他跟我們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今天老人家他已經成就了 他已經覺悟他能夠成佛 我們為什麼不能成佛呢 為什麼我們不能覺悟 為什麼我們不能成就呢 就是教你這個 今天阿彌陀佛成佛了 你也能夠成阿彌陀佛 今天釋迦摩尼佛已經成佛 你也能夠成釋迦摩尼佛 每一個人 一切眾生都有這個能力的 所以提醒你 提醒你什麼 你能成就 你將來會很大的成就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所以一尊佛菩薩的形象 供養在哪裡 其實你看 我們供佛像在我們家裡 每一天我們拜佛的時候 時時刻刻他在提醒我們 看到佛在提醒你 你今天覺悟了沒有 你今天有沒有發脾氣 你今天有沒有去嫉妒人 你今天有沒有打妄語 今天你有沒有亂罵人 今天你有沒有對人對事對物 起了一種稱恨的心 有沒有 就是提醒你啊 他雖然不講話 但是從他的表法裡面 在提醒你 你不要每天拜佛 脾氣 天天拜佛 天天看別人的是非 天天拜佛 天天講別人的是非 天天拜佛 有沒有反省 有沒有懺悔 有沒有改過 所以佛像 見閒思起 就是叫你要反省 叫你要檢討 我有錯我檢討 我有過失我來改過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一尊佛供在哪裡 就是死死可可提醒你 他是絕非迷信 他不是把他當作 所以我們不能把他當作神明來看待 如果你把他當作神明來看待 那就錯誤特錯了 那真的錯誤的很離譜 像我們今天有人供的 家裡觀世音菩薩 你為什麼要共著觀世音菩薩 你觀世音菩薩 你要學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代表什麼 無私 無私 無私的愛 對一切眾生的關懷 對一切人沒有計較 大慈大悲 去愛護 去 去護念 不要 動不動跟人家計較 用你的愛心 用你的慈悲 怎麼樣來愛護他們 你有慈悲心 你就不會去傷害別人 你有慈悲心 你就不會去做一些不該造的業 這個就是代表了 你不要把他觀世音菩薩 逛在那邊天天做什麼 師父不講了 你們自己很清楚 所以一定要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在佛教裡面 佛菩薩的形象是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佛教不但是宗教 而是在低級的宗教 就是多神教 泛神教 高級的宗教只有一個神 就是真神 而佛教的神太多太多了 甚至於有幾十萬幾千幾萬的 真的啊 佛菩薩太多了 你看那個佛像啊 有釋迦牟尼佛啊 文殊斯利菩薩啊 普賢啊 這些太多太多了 但是其實呢 這個啊 全部啊 都被人家誤會了 在佛法裡面呢 的確佛的名號啊 是很多 像釋迦牟尼佛在大藏經裡面 有一部經叫做萬佛明經 萬佛明經 裡面啊 佛啊 為我們介紹 裡面呢 差不多有一萬二十 兩千 一萬兩千多個佛的名號 而佛菩薩的名號呢 那更多了 在這部經佛有為我們介紹 確實真的有為我們介紹啊 像我們每一年 一般道場會這個 迎接新年啊 會拜什麼 拜萬佛 拜千佛 但是這些呢 都有他的表法 有他的意識 像這些觀仙菩薩 地藏王佛薩 像我那個有些人喜歡拜地藏王菩薩 你問他 你為什麼要供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就好像 好像是那個 閻羅王的那個 那個這個這個 這個好像是閻羅王 管這個鬼的 所以供這個地藏王菩薩呢 這些妖魔鬼怪 他不會來到我們家裡堪容 其實呢 很多人有這種的認為 地藏王菩薩代表什麼 地藏王菩薩代表什麼 你要孝順啊 你要懂得孝遣報恩啊 還有表法的 很多人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多的佛的名號呢 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佛佛上的名號呢 在這個地方我們一定要知道 有一個事實 大家一定要清楚的 佛的名號 像釋迦牟尼佛的名號 像釋迦牟尼佛的名號 藥師如來的名號 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名號 這些名號像菩薩的名號 它有一個事實的內涵 我們一定要知道 而這個事實的內涵是什麼呢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來解釋 所以今天給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所以今天要開始 你要明白 我今天供這個佛像的意義在哪裡 它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知恩保恩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第一個第二個是見顯施起 就是教我們要反省 供佛 懂得知恩保恩 供佛時時刻刻來提醒我們 你要反省 你要檢討 你要改過 因為人非聖賢 輸能無故 我們每一個人只要你反復 你會有犯錯的機會 你就會有一種 會有犯錯的過失 那我們該怎麼辦 只有改過 反省 檢討 懺悔 你的前途才一片的光明 所以佛像的表法 佛像的意義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不能把它當作神明來看待 如果我們用這種心態 用這種的精神來看佛菩薩的這個形象 那你今天怎麼學佛 你就不會得利益的 而且不但不得利益 你會對佛教有一個很嚴重的誤解 所以從今天開始 人家問你 我為什麼在家裡供佛像 你怎麼回答 你知道我回答了吧 因為從下個星期開始 師父每一次跟大家講完 會做一個功課 又把一些問答 來問你們 你們一定要給師父解答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讓我們去學習 像師父在師父的道場 師父每一個星期就會給我們這些學生 做一個解答問題 念佛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靠的是什麼樣的根性 你一定要給我回答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每個星期 禮拜四 我們常常有做一個讀書會 一起來回答這個問題 目的就是我們要對佛教的一種認知 你認識佛教了 你學佛就會得到利益 所以今天簡單給大家說明 佛像這個意義的表法在哪裡 大家應當要清楚 如果有一天 有一些朋友到我們家裡來 你供佛像的意義是什麼 表法是什麼 你就能夠為大家解答 這個就是簡單的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如果今天晚上如果有講錯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多多指點 希望我們下個星期見 希望你們下個星期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研究 佛教其實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你們能夠來學習也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好 謝謝大家 晚安 阿彌陀佛 我們一起來回向 請合掌 我們一起來回向 願以此功德 回向世界和平大災化小 回向世界和平大災化小 小災化無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圖苦 若有見聞者 西發菩提心 見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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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星期見 阿彌陀佛 下個星期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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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請起立意